游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国内焦点新闻 鲜菜 水产品和鲜果价格有所上涨 猪肉和鸡蛋供应充足 价格均有所下降 非食品中 受国际能源价格影响 汽油 柴油等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国家发改委消息 近期 随着各项文产增产措施的持续推进 全国煤炭产量保持高位水平 2月中下旬以来 全国煤炭日产量持续保持在1200万吨以上 同比增长超过10% 其中 山西 内蒙古 陕西日产量保持在900万吨以上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 2月份 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9178万吨 同比增加309万吨 为重点物资运输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利保障 昨天 中消协发布 2021年校外教育培训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报告 报告认为 自教育部 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 陆续出台相关监管措施 并开展市场整顿行动以来 消费者权益保护程度 总体上得到了明显提升 但由于相关法规政策配套之后 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以及消费者缺乏理性消费意识等 校外教育培训领域 消费侵权多发 消费维权困难等现象仍然存在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Bakery